涂鸦是一种艺术行为,还是一种破坏行为? 涂鸦艺术始于20世纪60-80年代的纽约 那些生活在社会压力下的次文化社会边缘的人们 因为贫富差距悬殊、种族问题、就业的束缚等等 产生了反叛思想 涂鸦的内容从最初压抑者的反抗生 发展成各式各样色彩鲜艳、个性分明的内容 事实上它并不是新鲜事物 涂鸦或者说是在公共财产上乱涂乱花的艺术 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在公元前一世纪 罗马人经常在公共墙壁上刻写信息 而在海洋的另一边 玛雅人大量地在他们的墙壁上刻画 你肯定见过他的作品 凯斯哈林 著名涂鸦艺术代表人物 电线杆、水泥柱、广告牌、指示牌、地铁站等等 你目之所及都能成为他的画布 他的作品像是某种具有魔力的印花图案 秘质像像的小人们撑起了整个框架 没有透视 也没有激励 但偏偏让你连接上了情感 哈林的涂鸦带有儿童画的味道 使他的作品更加通俗易懂 且不失含义 这让涂鸦成为他更好的发生工具 不仅为自己 还为一些特殊的群体 1988年 穿梭于同性恋圈的Kith 发现自己患上艾滋 直到这件事后 他没有浪费时间为自己悲伤 而是拿起马克笔 用他创造的粗线条空心小人 唤醒公众对同性恋 艾滋病 核问题等社会议题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 他鲜明的涂鸦风格 无论是成年人 或者小朋友 都能一眼get到 悄悄 你get到了吗 随着涂鸦越来越多 和一些煽动性活动的联系 让他从此被贴上了恶意破坏的标签 若是被警察当场抓获 可是会被请进去喝茶的 这就是当今好多涂鸦艺术家 都可以隐藏自己身份的原因之一 由于涂鸦的不合法性 迫使他变为地下行动 涂鸦艺术家们使用密码符号 来标记他们在城市里的行踪 也让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场解密游戏 猎奇的体验 为涂鸦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 涂鸦从街头走进生活 从过去不被看好 到现在的全命坠捧 半个世纪前 发家于加州的Vans 也从涂鸦艺术中受到了启发 树立了off the war精神 这是对自我表达的强烈诉求 这些来自艺术 音乐 滑板 和冲浪领域的人们 用创意 真实 和激情 把这种硬核精神 像芯片一样的植入在你的灵魂驱动中 如今 一只马克笔或几罐喷漆 就能让你的想法 传达到这个世界上的各个角落 可以让每一个人 都知道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着 在快节奏的社会压力下 不记得涂鸦线条和添马行空的图案 使我们终于有时间从规矩中抽离 喘上一口气 就如凯斯哈林所说 涂鸦应该解放你的灵魂 触发你的想象 并激励人们向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